台中新設水景坡 車開過大馬路 見起巨大水花 這裡年年煙 二十四日午後雷雨 甚至衝倒了一名 騎車的富人 好在有路過民眾幫忙 即刻救援 黃泥沙涌到路面上 山坡大水狂瀉 如同瀑布般 苗栗縣泰安鄉 降下大雨兩小時 通往溫泉區的道路被淹沒 有民眾車輪被土石卡住 動彈不得 車牌還被土石撞到掉落 彰化園林禁修路 雨勢也很驚人 民眾家門一開 宛如出現我家門前 有小河的景象 都已經大雨來了 水位還不放 園林市好雨量 僅約3.5毫米 結果禁修路卻淹水十幾公分 下游過沟排水水閘門 疑似只開三分之一 導致雨水疏通不及 倒灌回市區 中英村水溝都沒有再清 激水激成這樣子 還沒太寒 南投中心新村也是馬路 淹城河道 一大片滾滾黃泥水 樹葉枯枝全被沖到排水口 水溝堵住 雨水到處流 要留意中午之後的 午後雷震雨範圍都是相當廣 都是以西半部地區 還有東半部的山區為主 24日苗栗級南投 石雨量高達80毫米 中部以北也出現 三小時超過100毫米的雨量 一直到下週以前 對流旺盛 都容易有午後雷雨 特別是山區要慎防 搶降雨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